第46题,46题47题是体主 使用半径大小皆相等的定滑轮动滑轮轮 分别是以大小为F1、F2、F3的力 使重量为W的物体等速度上升高度H 如右图所示 以至轮轴的轮和轴半径比为2比1 滑轮轮轮和细绳间的摩擦力及绳重忽略不计 回答46到47题 第46题是问 三例F1、F2、F3的大小顺序为何 我们看到F1势力在我们的定滑轮上 我们平常说定滑轮不省力、不费力 所以F1就会等于我们的物重 那么F2势力在动滑轮上 一般而言我们说动滑轮省力1分之1 所以我们F2的出力就是1分之1物重 那么F3是一个轮轴 但它势力在轴上 所以是个费力的工具 轮半径乘以轮势力 等于轴半径乘以轴势力 那我们势力在轴上 轮轴半径比4、2比1 所以我们势力要等于两倍的物重 所以F3呢 就会等于两倍的物重 所以它们大小次序呢 就是F3会大于F1会大于F2 第46题问我们说 三粒F1、F2、F3的大小顺序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 A、F3大于F1、F2 F3大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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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